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12月08日 波琴辉军忘错贺芬贤 周六凌晨 得甲第14轮先战一场 由贺芬贤主场迎战波琴 论直播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主队遭遇武藏各项赛事不慎 反观克军处于五轮联赛不败势头当中 此消比涨之下 状态理想的波琴本轮值得看好 虽然贺芬贤在13轮联赛过后 基20分排名得甲第六位 但实际上自11月以来他们状态下滑严重 近五仗各项赛事值得二和三负的不胜战机 更为不利的是 球队经济引以为傲的客战能力一出现倒退 以连续三仗各项赛事客场一胜难球 无可否认 赫芬贤经济进攻端蒂竟不有目共睹 连赛军场能够攻入1.92球 但在近五仗各项赛事中军场紧入一球 两大攻击守迈斯米兰比亚和安祖尔卡拉玛利 在此期间和贡指攻入一球 两人的低迷表现无疑是球队战机下滑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 赫芬贤的防守向来不稳 连赛军场失球达1.77个 13轮连赛警队副班长柏林连完成过凌风 本轮面对近来进攻上算理想的波琴 赫芬贤主场沦陷不足为奇 阵容方面 后卫奇云阿克普古马被罚停赛 后卫马高约翰和前锋M巴里沙等人商缺 波琴方面 他们联赛至今整体表现不如赫芬贤是不争的事实 不论是排名1或是攻防表现都略逊一筹 但胜在球队近况理想 过去五轮联赛取得2胜3合的不败战机 排名1得以逃离降班区 攻防表现的提升是波琴状态好转的关键 五轮不败场次期间军场入球达16个 军场失球则为1个 这两项数据都比赛季平均水准要高 其中克战达斯泰特一翼攻击手浅也唾磨没开二度帮助球队斩获赛季首胜 极大提升全队士气 值得一提的是自2021横线22赛季重返德甲赛场后 波琴已与赫芬贤交手四球前者三胜一副占据上风 其中最近一次交锋波琴更是路得5比2大胜 该一前也拓模也有入球进仗 这位日本攻击首将是球队此行力争胜利的重要一仗 阵容方面 后卫奇云舒洛达必克累积黄牌购述需要做波间 后卫爱云科迪特斯应商必战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